本月最后一部重磅大片由侠索罗 星球大战外传 相信也是不少人本周最期待的一部电影 然而 电影开场半小时 这个期待估计就差不多落空了 整部片子基本就是扶皮潦草的寄流水账 逐线情节直白的近乎无聊 人物的反转又形同儿戏 真的非常非常难看 但是 但是 木厚军居然要给这部电影平反 一会 大家可以一部搭公号Same Movie 说实话 在我看来 这样一部敷衍了事的好爱屋大片 还不如现在国内一些年轻导演的处女做更有意思 后者虽然资金有限 难免粗糙 但起码能让人看到许多用心的细节和态度 一部电影里总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时刻 而游侠索罗真的就是了无新意的流水线爆米花 本周垫底的 就是游侠索罗 第038701 西小河的夏天评分 这是青年导演周全的剧情片《处女作》 也是本周最让人惊喜的一部电影 西小河的夏天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 用导演自己的回忆 很扎实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的故事 片中所表现的98年的时代背景 江南水乡的风情面貌 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生活 都可以说做到了难得的精准 由于我与导演的年龄相仿 其中更是容易增加代入感 几位主演里除了谭卓 其他人我们可能都不是太熟悉 但是整体表演却十分得当 没有 很用力 也不会太失真 尤其的称赞一下谭卓的表演 把母亲的敏感细腻 那种无声的情绪与态度 都极其传神地 演绎了出来 夸张一点说 他这个角色代表的 是中国最普遍不过的一类坚强隐忍的母亲形象 本片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摄影 清爽的画面看起来太舒服了 不花少 但有一种质朴的美感 美中不足的或许是爷爷郑先生这条线 情感的铺垫和释放多少 有那么一点刻意的感觉 最后也是想借此煽情催泪 但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02完美陌生人评分 两年前就出了资源的电影 这次是去影院二刷 还是得感慨一句 真希望这样的电影 不用等这么久 才能在大眼目见到 完美陌生人的核心亮点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共享手机通话和信息这个游戏的概念 正是通过这个概念 每个人藏在手机里 其实更是藏在心底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小九九 都被一锅端了出来 而那一个个令人面红耳赤瞠目结舌的秘密 所揭示的则是在场的每一对夫妻情侣之间 早已问题重重的关系 他们平日里不愿面对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个游戏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放大了 很多人会把这一切归咎于手机 但收机只不过是个栽体 真正的问题 是人与人之间脆弱的关系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神作 游戏过程中那一连串的信息和猛料 不少都安排得态 过生硬 感觉是编剧一早就想好了坑 然后对应的把一个个萝卜安插进去 03命运速递评分 本周另一部青年导演的处女作 不过其实在三年前的FET影展上就曾崭露头角 引发了一批业内人士的关注 本片曾在当年的FET上获得最佳演员奖 导演李飞也因此而结识了那一年的评委会主席姜文 并成为姜文的御用编剧之一 命运速递的亮点正在于他的剧本 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 三条线 八九个人物因为种种命运的巧合安排而交织在一起 看得出来导演李飞深受诺兰和昆廷等人的影响 多线索趣事用黑色幽默的风格呈现出来 很多细节都让人忍俊不禁 最后几条古事线索的汇聚都归因于命运二字 在这个部分的处理上 还是年轻导演常有的问题 刻意 太多巧合在一瞬间密集的发生 而故事最后偶然性地完结 也有点陷了气 总体而言 是一部给人小有惊喜的小成本影片 导演的编剧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 但是也能很明显地看到导演声色的地方 PS 片子最后完的这个彩蛋 对同志群体非常不友好 实属多余 04游侠索罗 星球大战外传评分 星战系列始终在国内不温不火 年初那部正传最后的绝地武士 也落了个惨淡收场 本周上映的这部外传游侠索罗 更像是个私生子 老实说 之前 那部外传侠到一号我觉得还不错 甚至可能是最近几部星战最有趣的一部 但是游侠索罗就真的只能让人觉得摇头叹气了 他显然无法取悦星战的死忠粉丝 男主的形象气质与过去哈里森福特饰演的汉索罗相去甚远 给人的感觉过于油腻猥琐了一点 龙妈饰演的这个女主也是全程平平无奇 只剩最后留下的悬念 让人有一点念想 整部电影 就像是单纯为了把索罗这个人物的前世 给草草交代清楚 但是这边刚摆扯明白 后面又留下了更多让人混乱的时间和人物线索 给人的感觉就是 迪士尼只顾着一心挖掘星战这个IP的剩余价值 却无心为他多花一点心思 把局部的更细致 就连宣传方面 感觉也是没花太多心思 在国内几乎没有动响 反观另一边的亲儿子复连 真是感觉索罗就是迪士尼的私生子 本文系电影《通缉令》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